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非常多的活动跟过去都减缩或者改成网上 那昨天的节目已经跟您介绍了几个他们的一个程序 而在今天台北时间今天早今天晚上八点钟 那么要卸任的这个川普总统 他首先就会离开白宫到华府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有一个简单的送别仪式 那么他大概也会讲话 那么接着呢他就会搭乘空军一号的飞机 那么最后一次搭乘了 那么就离开华盛顿前往佛罗里达州 那么住到他的这个海湖山庄 那川普当然这个姿态就表明说 他不会出现在传统上是由这个即将卸任的总统 会在白宫的这个北狼来迎接新总统 那么川普因为拒绝承认拜登胜选 所以他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那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四位总统 第四位这个卸任总统拒绝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这相隔上一次是150多年前 那么川普是在创的在累积的一个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子 好那当然了川普在这个从11月3号选完之后 那么他就拒绝承认说他是败选 那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当然是因为在从1月5号 美国乔治亚州的两席的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的选举 结果呢共和党两席都选输了 那么让拜登所领导的民主党 可以同时拥有参众两院的多数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 但坦白说主要原因也是川普的这个反复选 要记上一笔 也可以说是他送给拜登的一个大礼 那么再加上这个1月6号 国会在进行这个选举人团的这个认证的程序 那么川普鼓动 他支持他的群众来冲撞国会 那经过这个事情的以后 也造成包括共和党内部 对川普的离心离德 那美国现在几乎是举国 这个都非常的谴责跟愤怒当天的这个情况 那么1月13号呢 众议院因此就顺利的通过了对川普的一个弹劾了 所以可以讲 从1月5号的乔治亚州的这个复选 国会的选举 到13号 众议院通过对川普的弹劾 这几件事情等于累积了 这个拜登上任之后 非常大的一种政治能量 那么他来推动这个改革 相对来讲会阻力会少了很多 这个都等于是川普送给拜登的一个大礼 虽然出发点 当然他不是真的要帮助这个拜登 但却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川普现在他卸任了 那么他 你可以说他无关一身轻 无关一身轻 那但是呢 这个接着 接下来川普会面对哪些事情 大家知道在刚刚选举完了以后 因为川普的得票 虽然他输给了拜登 但是他拿到了48%的选票 而且投票率是空前的新高 所以他的得票数达到7000多万票 那么许多人都认为说 川普这个就算败选 就算卸任 那么2024 他还非常有机会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他今天在这个空军机场 这晚是海比时间晚上8点 他的讲话当中 会不会如外界传言的说 他正式宣布要参选2024 那不过呢 经过我们刚讲的 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的冲击 也包括像推特 像脸书 这个封锁了 这个川普的这个 他的一个发言 这个当然有很大的争议 那也让川普这一段时间的 这个声量突然间大幅的减少 那我想最主要一点是 因为现在共和党 特别是金主 现在对川普非常的感冒 那么金主一旦要跟川普做切割 这当然会影响到共和党 包括议员 包括有志于 这个两年后的这个 其中选举或者是2024大选的一些人 比如说彭斯 那他们可能也被迫要跟川普来切割 所以川普将来的政治能量 到底会有多大 现在坦白说 并没有像刚刚选举完之后 那么被看好 当然没有人完全能够低估川普 因为毕竟他一辈子 的一个商场上的这个冲撞 那个特色就是不服输 常常是在这个破产之后 又再度爬起来 那么他政治上能不能够做到这样子 这个就是后续还值得来观察 不过有一点非常的确定 就是当川普卸任之后 这个成为平民 不再有总统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金钟罩了之后 那么他会有非常多的官司 等着他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 如果把各类型的 这个有关对川普的控告的官司的话 大概有上千件 不得了 一个总统居然要碰到卸任之后 有上千件的官司要等着他 那这些官司有很多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当总统之后才发生的 而是因为他总统任内有一个豁免权 所以原来他当总统之前就有的很多官司 那么包括选举过程当中的一些不当的行为被控告 那么当了总统这四年 这些官司都自动停止 但是一旦卸任就会开始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他在总统任上所引发 而在卸任之后会被追究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BBC在前两天就有这么一个专题 说盘点川普作为平民之后 要面临的至少他点了六个 比较醒目的他的一个官司 好有哪一些的部分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他跟AV女优的 这个封口费的官司 因为有一个是A片的女星 这个两位 他们都宣称跟川普发生了性关系 那么结果后来就收到了川普 由他的律师代表来支付了一笔封口费 要求他们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 这个闭嘴 但是这个封口费的官司 虽然并没有在川普选2016总统的时候爆出来 但是到了2018年 那么就封不住了 因为这两位这个AV女优 他们爆料 那么出来 因此就在川普的总统任内 投下了一个震撼弹 那因为川普当时还是总统 所以相关的调查就并没有往下走 但是张忠因为还牵涉到川普 他的私人律师柯恩 他到国会去调查的时候 结果涉嫌说谎 所以他后来还被判刑 那现在川普已经要卸任的 那你要卸任的之后 这个官司就要重启 这是第一个 我们讲到说他要碰到的一个官司 第二个官司是税务跟银行的诈期的部分 这个牵涉到的是川普所隶属的 他所拥有的这个川普集团 那么这个因为纽约的 纽约地方检察官 那么已经提出要求 要调阅川普的财务资料 包括过去八年以来的税务申报单 那么结果在川普总统 他当上总统以后 那么他就要阻止法庭 来允许这个法官的这个要求 而且他当时还批评 说这是一种政治骚扰 而他的律师甚至指控这个检察官 这个叫政治的追杀 好但是去年的十月 联邦胜诉法庭驳回了川普的有关 要阻止这个检察官 调阅财务资料的要求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检察官范思 很快就会取得川普的税务申报单 并且在他卸任之后 就要展开这个官司的一个诉讼 好第三个他的川普面临的官司 就是纽约州检察官 另外一位检察官 那么从这个叫做詹姆斯 他从2019年的3月开始调查 川普集团有没有涉及 另外的这个房地产诈欺的罪行 那么他是以这个川普的 律师克恩的发言 作为根据来展开调查 那么这个里面 他当然他需要很多的证据 但是川普在总统任内 都以公务繁忙为由 拒绝出席 这个由检察院所召开的 公听会的听证会 但是卸任了之后 他就没有理由拒绝出席 那类似的民事调查 当然最终也可能以罚款来结案 但是如果调查到 违法的证据的话 就会有后续的一些刑事调查 继续展开 可以说是没完没了 第四个川普要面临的官司 叫做政治酬庸的指控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所有联邦的官员 包括总统在内 都必须取得国会的同意 才能够接受任何国外的利益 或者好处 而目前已经有三起民事诉讼 来指控川普 他没有取得国会的同意 就包括涉及到外国官员 在华盛顿特区的川普国际酒店 来举办宴会 换言之 这个等于是说 川普在总统任上 都还继续在为他的酒店的生意 来帮忙 那当然川普对这样的指控 是完全不接受 他说其他的总统在任期间 也都会在赚外国的钱 那当然美国的宪法专家 他们认为说 这条宪法的这个古老的条文 不太可能会导致 任何的形式诉讼 那也就是说 像这一类的这个诉讼的话 就大概就是比较具有 宪法学术价值的讨论 但是肯定还是会引起 社会大众的关注 好川普他卸任之后 要碰到的第五类的官司 这个叫性侵或者强奸的指控 那么川普 其实他在当选总统以前 就被很多名女性指控 他有性骚扰 而且发生的时间 是在过去几十年之内都有 而川普当然一概否认说 这些指控都是假新闻 都是政治的谋黑跟阴谋论 而在很多的指控者 在2016年川普竞选总统期间 曾经出面指控 当时川普扬言 说要对每一个指控者提起诉讼 但是后来都不了了之 但是结果反而是 有两名女性 就反过头来说川普 针对川普说他们是骗子 而对川普提出了一个诽谤的诉讼 这当中包括L的时尚杂志专栏作家卡罗尔 那么他指控川普 在1990年代的时候 曾经在曼哈顿一家高档的百货公司的 试衣间强暴他 而川普对此是否认的 那么卡罗尔说 川普对他的指控 说他不可能强奸他 因为理由是什么 他说因为他不是我的菜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因此卡罗尔认为 川普这个回答不但说谎 而且对他造成精神伤害 所以他就对川普提出的诽谤的诉讼 那这是卡罗尔的其中一个官司 那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还会有 而卡罗尔的律师 可能会要求来取得川普的DNA 来证明卡罗尔所讲的强奸的指控 是真的而不是假的 当然这可能也表示 卡罗尔可能有保留 当年川普他所讲的川普强暴 他所留下的一些证据 肯定这种像肥皂剧的法律诉讼 那么一定会让媒体 这个报道的不亦乐乎 好第六类的官司 就是川普家族对他的指控 那么这个的确非常的特别 但是川普的在总统选举前跟这个当选任内 其实已经出现了好几位家族内部的成员 对他的指控了 这里面最有名是他的侄女 玛丽川普 那么他当时 川普后来还出了一个回忆录 那么他说 这个在诈欺 不仅是他们家族的生意 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在回忆录里头描述说 川普这个人是威胁 每个美国人生活的自恋狂 那么而他的家族爆料里头 含有很多外国外人根本不可能得知的 非常隐私的内容 那么他也对川普提出了法律诉讼 他指控的是川普跟他另外两位叔叔 在遗产继承上来欺骗他 来施压他来放弃对家族生意的股权 这是玛丽的一个部分 而玛丽的诉讼的求偿 至少要求50万美元 大家知道一个卸任总统 被自己的亲戚控告 这个当然是肥皂剧的大戏 好 所以应该我们讲说 现在去评论川普的功过 那么当然可能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想法或看法 比如说你挺川的人 可能还要把川普当作 他是神 他是曾经尤其是一些反共的 因为他川普认上 对中国的姿态非常的强硬 一直被一些反共的支持者 所认可 引起了强烈的支持 那么但是一方面来说 也有人认为川普他卸任了之后 那么他的真相 他的真面目会被更多人所揭露 所以他原来所谓累积的一些 这个民气 可能会跟着涣散 好 政治面的影响 我们现在真的还不是 那么的能够清楚来界定他的功过 但是很肯定的 就跟他当总统一样 他卸任之后 因为这些官司 会一件一件的浮上台面 所以他还会继续的给大家提供很多的好戏 这个就是川普作为他非常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好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新闻播客 下回见 下回见